欢迎我来 今天我们化身为美式博主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在刷一个视频的时候 看到这个滇西小哥做了一个云南咖啡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里边 他在这个采咖啡豆啊 然后这个处理咖啡工艺的时候 我觉得哇太美了 然后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所以说呢 就剁手买了滇西小哥的这个云南咖啡 另外就是要买就一起多买一点吧 刚好这个毕岛啊是美式博主 他手艺很不错的 所以说咖啡加米线 我们可以来一个中西混合 小锅煮这个小锅米线 我在旁边我来给你做咖啡 就是你这个弄好了之后 刚好我们可以边喝咖啡 边吃小锅米线 还有这个鲜花饼 我觉得这个鲜花饼配咖啡绝对赞 好香啊 真的是那个玫瑰花的香味 对 第一次这么尝试 这个米线配咖啡的感觉 对的 等下你点个单吧 这个咖啡你想喝什么吗 我要一个fly white 你要fly white 对 no problem 那等下我做一杯fly white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苏打水的美式 刚好能搭配着这个小锅米线 来一起吃的 在我的心目中 你的这个烹饪技术 是这种少林寺扫地僧的结议 真的吗 对的 我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玫瑰啊 就是他做饭啊 虽然他是瞎做的 但是他做出来是非常好吃的 加入水 我加的是热水啊 这样子快一点 好 玫瑰在你制作的间隙 我这个自己先尝一尝这个咸块饼 尝一下这个土豆片 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个 辣条的味道 特别香 等待一下这个电热炉加热的过程 快了快了 好的食物是需要时间等待的 好准备下锅了 好下锅 非常的丝滑的掉进了锅里面 对的啊 手法不错吧 可以 哇 看到没有 我这个手腕 它是需要自然的去感受 它这个这种柔韧性 嗯 知道吧 嗯 你继续吹 好现在咕噜咕噜 你别把它煮过了啊 差不多了 首先我们是需要先把这个蔬菜 香葱放进去 因为这个的话 可以更好的在面里面提味 它这个香葱里面是有油的 这个时候差不多煮软了 就要把料包都依次加进去 我来帮你一起了 这个有点像香菇酱 香菇酱 咕噜噜起来了啊 料非常多啊 醋最后再放 哇塞 热气空腾的 好 辣椒酱 像这个 这个调料包 它其实很难倒出来 但是是需要有技巧的 用筷子把它放进去 哇 这酸爽 这个时候是注入灵魂的时候 醋在里面 能提鲜 能带动整个锅里面的味道 完工 我的咖啡呢 咖啡好了吗 好 我现在去做这个Fly White 好等你再搞一个这个苏打病美式 好吧 好的好的 来分一下 哇 装益的 口水瞬间就流下来了 我期待你的咖啡怎么样 我们先融化两杯这个咖啡 好吧 来两包 刚好我们两个一人一包 好吧 好 一起化掉 热水化掉 先打个底 我先吃了 可以 我就不等你了 我先吃了 好啊 它这个咖啡的味道温起来蛮香浓的 然后这一半先给你做打底的Fly White用 好吧 你做个拉花 看你能拉出 拉出什么 拉一个爱心嘛 好吧 爱心太没挑战了吧 谦诚心 拉出来 还不错 不错 哇 可以可以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 我先加个苏打水 好 然后这一半做成这个苏打病美式 那我们这个Cheers一下 喝一下 先喝一下嘛 好吧 嗯 哇 它这个咖啡的味道很醇厚啊 喝起来很香醇 就是一喝就能喝出来啊 这是云南的咖啡 就是它云南的这种地域特色 表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我喝出了那种香草可可的味道 就很丝滑 很香甜 来 缩粉嘛 嗯 真的 来 Cheers一下 哎 哇 哎 哎 活脱脱的美食博主啊 我觉得这个味道 但是你这个粉有点断了呀 没有 我就是其实稍微煮久了一点 就吃起来 它的那个在嘴里面是非常丝滑的 很顺滑 它酸的味 酸的 酸的 还有一个 有几下的味 嗯 因为太好吃了 在吃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没有想什么东西 尽管吃就OK了 哇 我觉得这种 辣吗 搭配很好啊 有一点点香辣味 但是它这个辣味不怎么明显 嗯 我是觉得它这个小锅米线啊 这种味道的出品 比在很多店里边你吃到的都要好吃 话说回来 这个咖啡还是很香醇的 我尝一下你这个 我很好奇你这个味道 嗯 来一点 嗯 哇 好喝 好喝的 就是很适合 虽然说它是素容的咖啡 但是加了一个牛奶之后 还是蛮正的 你觉得我的粉丝能打几分 我做的这个手法 你做这个手法 嗯 你做这个手法 还行 嗯 没有你的好 10分的话 这个必到的这个技术 我要给到11分的 这么厉害啊 厉害的 真的啊 对的 哇塞 这么赏脸啊 嗯 哇 真的 我觉得这个螺丝粉啊 我觉得这个 电锡小哥这个面啊 这个小粉丝啊 小米 小米线是吧 我觉得电锡小哥这个 小锅米线啊 还是能达到9.5分的 咖啡的话 如果是10分 嗯 综合评价吧 就是说 根据这个价格呀 味道啊 然后这个这个口感呀 我觉得10分的话 也能达到 8分左右 嗯 差点忘了这个香花饼了 刚才你没吃吗 脚是很新鲜 不会很腻 嗯 我刚才吃 然后我感觉就是说 它就是外皮和馅儿 我会更喜欢它里边的馅儿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 那个 糖浆和香精味在里面 嗯 可以吃出它就是那种玫瑰花 真实的玫瑰花 食材的味道 食材的味道 这么好的玫瑰花饼 9分还是要的 我觉得馅儿的部分 可能我会给的更高一些 然后这个皮的部分呢 会给的低一些 然后这个喝到最后的话 我觉得 咖啡适当的稍微有了一丢丢的色味 但是你这个加牛奶 你可能是喝不出来的 对 不过还能接受 对于这个价格一定位来说 OK 今天真的 哇 我感觉我们是相当于是做了一期 这个云南美食的这个集景呀 对吧 云南咖啡喝了 对 这个小锅米线吃了 嗯 这个鲜花饼也吃了 我当时也是看到那个视频的之后 脑子一热 就买了一些嘛 就是给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 我不知道它里边用的是什么咖啡豆 因为它没有皮 我不知道它是用的纯阿拉比卡的呀 或者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混合的呀 整体喝起来的话 口感呀 包括接受度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 就是如果你们喝的话 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做成牛奶咖啡 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做成黑咖啡的话 觉得可能有一些不经常喝咖啡的人 你会接受不了 还是有一些些这种色的味道在后段的 如果你加了牛奶了之后 就会把它中和一下 OK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 下期见 Cheers Cheers Cheers